經貿交流、學術交流等等 來去做這方面兩岸的事情 這樣子會比我們在外交受阻的力量 會比較更小一點 好 謝謝 這點我們沒有反對 我想 我常講我們要跟中國交流 我們從來沒有 幾乎都沒有阻擋過 現在是中國要跟我們交流 他會放一些前提 那些前提有時候是 是沒有辦法接收的 那我回到剛才提到的 交流絕對是好事 所以我也跟法國人講 我們從來不反對法國跟中國交流 但是心裡也跟我們 就是你必須跟所有的人交流 這是你們自己的原則 那這一點我想很重要 那台灣也是一樣 我一定希望跟所有國家交流 那確實交流至少可以增進彼此了解 會比隔離是好的 那這一點我想外交部也沒有 我設計進台灣 我們現在政府也從來沒有反對過 那同時 我回到剛才我們不能天真 他們對我們的野心 這個是全世界都一開始看清楚的 因為中國 你要跟他們講話 跟他們來講 世界對他們是不公平 對有中國政權來講 他們想要改變國際秩序 想要如果不是想要改變秩序 擴張你怎麼會 那個軍費擴張的這麼快速 又沒有要攻打中國 所以這是有個目的的 在歐洲幾千年的 在過去 我想如果是看中國那不一樣 當你快速擴張軍力 你就是個目的 要不然軍費 對他就沒了 要不然就是有人要打你我自衛 要不然就是我要攻擊 我要那個什麼 那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 一個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一個證據 那這樣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那種個人神話 沒有人知道習近平在想什麼 如果太過於天真 撤掉自我防衛 就像玫瑰 如果玫瑰如果沒有刺 你就要塞了嗎 就是喜歡你 如果有刺我還會再考慮一下 所以那個刺一定要 對我們來講 四個字 台灣怎麼可能現在 對中國有這麼威脅 他對我們有一個企圖心 那這個如果沒有關係 這個企圖心 那只有我們放棄 我們自己 好不容易得來自由民主 我覺得最難最難最難 就是我們自己 有一個自信心要建立 現在 我們國家中華民國 台灣是華人世界的典範 世界在看台灣的時候 覺得我們帶來一個希望 也就是說世界不必然是一定要活在習近平 華人世界不必然一定要活在習近平的體制之下 如果我們讓習近平繼續下去 有一天還是會發生戰爭 世界有的戰爭必須預防的 那預防的話就必須讓華人世界知道 我們台灣 我們以華人為主要的 我們也是可以跟自由民主相容的 基本上如果是真正自由民主相容 基本上是比較不會 因為我常講 只要兩個社會 整個社會是互通的 就不會有什麼 誰背叛誰的問題 你們也不用擔心 美國背叛台灣 不可能背叛 因為我們跟美國 跟日本 跟法國是兩個社會 相反的 你又講說 美國不是背叛阿富汗 我會講 為什麼要背叛阿富汗 因為美國跟阿富汗 只介意他跟阿富汗 那時候總統的關係 阿富汗總統 其實是RMF的一個總統 他根本就是個美國人 你知道嗎 跟夫妻 如果是很單純 夫妻有時候就互相背叛 更何況是一個外國人 雖然他是一個美國人 但是我也可能利益不要 因為你覺得有多少阿富汗人去過美國 台灣都沒有 那不是兩個社會 那是兩個政權 兩個政權加一個政權的問題 他就會倒 所以美國也背叛過越南 因為越南就不是兩個社會 他就是只有獨裁 所以一旦是獨裁者的關係 就有背叛的問題 一旦是兩個社會 就很難背叛 你請說我今天跟你不同意 但是當你想我要做出對這國家鼓勵 馬上內部 不對不對 我們國家好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法國前陣子 四五年前 可能意大利有不一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法國政府就把意大利 大使 注意大家就召回來 但是法國跟意大利 沒有 後來程度沒有去擴大 因為法國是太愛意大利了 意大利太愛法國 沒有什麼背叛問題 暫時我意見不一樣 但是如果這兩個關係 只極限於極少數的統治階層 那我會跟你講 一旦有一個國家開始有做 那背叛就會發生 好 就是人跟人之間 朋友之間也會背叛 夫妻也會被叛 因為他極限也很少 可是如果是兩個群體 而且這群體是自由民主的 而且還有常常會有不同意見的 那不會發生 因為有一方說要 有一方要走好你 其實也會有不同意見 但有的人說我要放棄你 另一方一定會有人說不行 違反整個群體的意義 那如果這決策 不是一個人決定 是整個群體決定的 那就會 所以我認為 我們跟民主國家之間的關心 你們更不用再 沒有什麼背叛問題 只有我 我可能跟你一見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對我們的未來 會有更大的信心 不只我們 因為我們的產業 基金產業 我們的國防力量 民主都越來越好 這樣世界支持也越強 我想這個支持 其實不是來自馬克宏喜歡台灣 現在法國這個問題 已經不是馬克宏喜歡台灣的問題 這整個法國社會 對台灣的印象 已經是正面了 那這個 除非我們自己 在做一個什麼 一個大轉彎 用去打別人或什麼 要不然他不會變 他就會一直 那當然也可以更加深化 所以我才講到那幾毛外交 那這法國只是其中一個歷史 因為法國 我們終究還是有點遠 我想跟日本跟澳洲 跟美國跟加拿大女人都一樣 你看到這麼廣大一個廣泛支持 我想我對台灣 對中華民國 我是有信心的 好那就這樣 謝謝 說什麼 好我 剛剛 我們在台湾 我們會表示 有很非常懶惰的 多遠公民民法 這是台湾的特色 我相信這一個特色 也在進行的展覽當中 充分展現 我們很常見 你 我們很常見 说服他们来认同我们 包括像我们一直跟国民党朋友讲 我们跟其他政党人讲 说我们实际上的 我们遇到的两岸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不要一向情愿 不切实际 但是这个说服是蛮辛苦的 不过要做 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民主它有它的脆弱性 也有它优越性 优越性是说 它很容易去弥补我们的不足 你比如说经过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民主 虽然我们政党之间有分歧 像两岸政策 各政党有很大的分析 但是经过这个几十年的民主政治的沉淀 我们在台湾 对于两岸关系 也有一些基本共识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常在立法院跟各党游说 在各党之间至少有三点共识 我觉得是蛮难得的 要把它扩大 第一个是各政党 不管是什么颜色 基本上都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 有差异性 第二个 也都坚持 台湾人民拥有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 这个还蛮坚持的 我没有看到一个政党是反民主的 说危险政治比较好 我们不要民主政治 也好像没有 第三个 我发现各政党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 各政党也都坚决拒绝中共所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我们的对两岸政策 各政党也有它的一些共识 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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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